欢迎各位来我们公司面试 你们这些人 谁能说服我花一千元 买下这支笔 我就优先录取谁 来吧 开始你们的表演 您面试我 是不是要对我的情况 做些面试记录呢 是的 要记 您需要一支笔 不需要 我用手机记 我老在电视里看您的求职节目 太喜欢您了 我是您的粉丝 您给我签个名吧 没问题 可我没带笔 我早就准备好了 一千块 杜总 像您这样的企业家 运势特别重要 怎么让我运势兴旺呢 推荐您使用我们这款笔 由十八位大师亲自加持 放在您的办公室 可以净化磁场 改善风水 提升能量 保证让您万事大吉 这么神奇吗 谁用谁知道 我只推荐给 有缘人 这位大叔 你长得这么帅气 字也一定写得很好看吧 不行不行 我写字像狗爬一样 这就对了 这并非一支普通的笔 而是一款高科技的笔 不仅能写字 还能纠正你的字体 让你的字非常漂亮 赏心悦目 真的假的 名人不说暗话 我们还申请了专利 一千块 杜总 你想跟李嘉诚做朋友吗 想啊 做梦都想 现在就让您接近梦想 这支笔 是我们专门为了庆祝李嘉诚先生90岁生日而专门发行的纪念笔 限量一千支 只要一千元 顶级收藏 买了就能跟他做朋友 您拿着这支笔 出去说您是李先生的朋友 应该会有人相信的 先生 请问您有什么遗憾吗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还没有把公司做成我希望的样子 您知道吗 您就差一支笔 古往今来的成功人士 他们都有一支笔 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 他们用笔创造了经典画作 莎士比亚 巴尔扎克 他们用笔写出了世界名著 牛顿 爱因斯坦 他们用笔探索出了科学奇迹 毛泽东 邓小平 他们用笔书写了壮丽山河 您离牛逼的企业家 就差我们这支笔 好像是这么回事 哥们 你行行好 买一支我们的笔吧 什么情况 我来自浙江温州 世界上最大的钢笔厂 江南钢笔厂 老板王八蛋 石河嫖赌 欠了三年五个亿 带着小姨子跑了 你怎么知道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拿笔来抵工资了 原价五千 现价一千卖给你吧 滚一边去吧 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 你说 二十年前 一个女孩刚上小学 她收到了人生当中的 第一封情书 来自她的同桌 一个男孩 情书的内容是什么 你长得真好看 我可以跟你做朋友吗 我有两块大白兔奶糖 下课之后分你一块吧 就是这封字迹歪歪扭扭的情书 成了女孩这辈子 最美好的回忆 你想表达什么 这就是男孩 当年写情书的那支笔 购买它 也写出你的人生故事 我买了 对了 恭喜你 已被录取了 方方 二十年没见 你还好吗 我已经结婚了 但我还留着当年 你给我的那封信 咱们找个地方 喝两杯去 好 两杯 約我 我已经做了 你还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